第九题下列哪一个选项的叙述不符合完整的测量结果 这个题目出的是有点问题的 因为他的答案并不是不符合完整的测量结果 而是他并不是一个测量 那么一个测量的结果写出来 必须要有数字的部分跟单位的部分 数字的部分必须要有准确值及估计值 那么A选项的30度C B选项的180公分 C选项的5.3支原子笔长 都有所谓的数字的部分及单位的部分 所以都算是一个测量的结果的叙述 但是轻则口袋里有20元 这20元并不是测量的结果 而是计数数货问的结果 所以第九题问我们说 下列哪一个选项的叙述不符合完整的测量结果 我们答案选的是租 轻则的口袋里有20元